賣國賓 無二零星政府上台 前夕進萬整走上街頭 抱擁民進黨中央黨部 通平蔡政府執政八年 說好的改革全都跳票 尤其近日立法院為了國會改革 立委為了杯葛法案表決 和在黨立委爆發多起保力衝突 而柯文哲火大炮轟 民進黨難道是忘了 是誰提起國會改革了嗎 戴星特不是自己說 他願意到立法院國情報告嗎 民進黨在立法院 現在在反對什麼 民進黨不是也主張 立法院應該有聽證調查權嗎 那麼今天你們在反對什麼 民進黨還帶風向討拍說 都是藍尾使用暴力阻擋 但王鴻威PO出了網鏡頭 民進黨一票女立委 包夾院長韓國瑜 賴會員甚至雄包拉扯 阻止他請議場 拉扯過程中連綠營自家人都看不下去 出聲喝止 因為有人已經失去理智 中嘉賓情報鋪到陳清輝 國際媒體瘋傳 藝人范逸成跟風 破文說意見不同就撲下去 竟然慘遭慮網軍出征批評 甚至還得聲聞道歉 任何做刺頭 質疑他的人 通通把他打下去 影片都出來還要硬拗 我就問你拗什麼民進黨 傲慢嘛 不要連到極點 所謂的國會改革 這不就是民進黨八九年前提出來的 那現在人家把一個案子拿出來 你覺得不行 那你們過去八年在幹嘛 過去要國會改革的是民進黨 如今反對杯葛的也是民進黨 反悔的是民意還是黨記 下週要願會勢必見真章 藉皇軍許光好 SNS小組 台北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